小孩体质独特 在诊断方法与用药上 与成人有诸多不同 诱科概论中记载 小儿的身体亦时亦虚 言虚者正气亦于虚也 言识者邪气亦于实也 因为如此 新生儿身上都发一种名为 齐口不避的疾病 中医多用新生儿齐粉进行治疗 这是一剂将婴儿医疗与保健 融为一体的良药 关于新生儿齐粉的研制 背后有一个特别的故事 够了 夫人 东西带得太多了 去那么远的地方给人看病 来回的半个多月 这点衣服哪够啊 好好好 都听你的 你也一样 收好药堂 如果有人来找我 就让他们等你回来再说 知道了 你都说了一百遍 如果有权贵人士上门求诊 你一律回绝 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 千万不要惹麻烦 我记下了 你放心 早去早回 这是驱寒的药物 快拿回去给你娘治病 可 可我没有药捷 救人药捷 药捷 药捷以后再说吧 谢谢 谢谢 请问杜金灵杜大夫在吗 请问这位小哥有什么事吗 我是承熙钱庄王仲大人的家丁 听说承熙王家是当地的恶霸 仗着自己有钱 经常欺压贫固百姓 我家夫人已怀胎十月 今早肚子忽然疼痛不已 估计是要生孩子了 大人特意派我来请杜大夫接生 夫君走的时候盯住我 不要惹麻烦 杜大夫的医术远近门名 老爷也是信任您才派我过来 夫君外出行医 铺子里只有我一个人走不开 你们还是去请别家的接生婆吧 我家夫人现在躺在床上危在旦夕 一不小心就会一尸两命 是啊 医者父母心 不管怎样那也是两条生命啊 都说救人一命盛造七级浮屠 难道杜大夫真的忍心见死不救吗 好 我跟你们去 快点 快点 快快快 准备个 夫人 深呼吸 一 二 三 用力 快 准备热水 还有干净的剪刀 夫人 坚持一下 已经看见孩子的头了 恭喜老爷夫人 许德林儿 杜大夫辛苦您了 有人在吗 你就是杜金灵 两位官爷有事吗 那我们走一趟吧 大人 民父从未干过任何违法乱级的事啊 还请大人明察 就是他 这个恶毒的妇人 王大人 宿将 承袭王仲 你把要状告杜金灵的理由说一下吧 七天前他为我夫人接生 不知做了什么手脚 孩子出生后期待一直没有愈合 竟然甚至开始发红流浓 还伴随着一股恶臭 可怜我的孩子呀 这么小就要受此折磨 请大人为草民做主 大人 那天我确实是为王夫人接生 小公子出生后 我一如往常见了期待 可其他什么都没有做呀 还请大人明见 胡说 一定是你的那个剪刀有问题 你太狠毒了 剪刀是你家仆人提给我的 怎么成了我故意伤害孩子 冤枉啊 掌握至极是先将孩子的病之后 至于杜金灵 是不是有责任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先将其关进牢房 之后再行全力 夫人 都怪我当初没听你的话 才会惹上这个大麻烦 我真不应该去王家接受 医者人心 更何况你我都是为人父母 怎么可能对孩子见死不尽呢 夫人冯昆心 一切有我在 这孩子起口的病竟然这么严重 都已经流浓发炎了 这下可以确认了吧 我们王家并没有诬赖你们 我儿子出生后 起口一直没有愈合 要是孩子出了什么问题 我跟你们没完 我行医多年 小儿起病也看过不少 可这种情况确实没见过呀 请放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的 这小儿的医书本来就少 有关记载小儿起病的内容 更是不多 您找谁 我是来谢谢杜夫人的 谢谢杜夫人 上次多亏杜夫人的药 我娘才有救 杜夫人的事情我们都知道 杜夫人是好人 不能就这么被冤枉 她的冤情一定会查清的 张大夫 我母亲曾经在一个 大户人家帮工 那户人家当时有个小孩 和王家小公子的情况 是一样的 那小孩后来怎么样了 应该是治好了 真的吗 我们穷人都把这种病 叫富贵病 富贵病 那王家小公子 是不是特别金贵 这样寒冷的季节 想必是里三层 外三层包裹着吧 正是 那日我去看她 确实被很厚的衣服包裹着 那就对了 这样厚的衣物捂着 别说是伤口 就是好东西也会被捂坏了 有道理 更何况大户人家都讲究 肯定在小公子出生后不久 就给她洗澡 起口还未闭合 一旦沾水最容易感染了 原来是这样 我怎么没有想到 听说后来用了一点药就好了 什么药 我母亲也不认得 只说那药里似乎有些 橙色的太阳状小花 太阳状的小花 莫非是能抗军消炎的金斩花 太谢谢你了 你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啊 山金车花 金斩花再加上松果菊 家里要保暖 注意卫生 不要让伤口碰水 不能一直包裹着伤口 这药果然有效 才三日 肚脐就不再流浓水了 快 去衙门撤诉 过几天 我要登门向张大夫和杜夫人道歉 后来 杜金灵每次为产妇接生的时候 都会用上这种药粉 效果也非常好 这个药粉世代相传 成为民俗 并广泛应用于 小儿齐口不必之症 后人为了纪念张世纪 杜金灵夫妻二人 从二人名字中各取一字 把这种药粉叫做杜忌粉 由于杜忌粉用于治疗 小儿齐口不必之症 人们逐渐把它叫成杜忌忌粉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亲生儿忌粉 17 5 5 5 7 7 7